我最多赞的帖文有万几个赞和二千几个分享 但是实质和即时的回报是零 如果说我们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的话 那Facebook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沙滩 通常网上看到的内容其实都不用给钱看 在Facebook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创作 主要是写文章或者参与很多的讨论 但你都会发觉其实这些都是免费的 它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 重新将创意和回报挂勾起来的一场运动 譬如Instagram、Facebook或者YouTube 有些人自己设计了一些策划 或者自己拍了一些Vlog 但因为那些都是一些独立的创作人 其实我们都习惯了不会给钱 只是会like或者share 在网络上存在的创作者和这些创作者的共同体们 就是好的内容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就是它常常会让我觉得我们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 就是见着见着就不知道哪天就没有了 这样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我们由用Facebook开始到现在 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原来我所创作的东西是有价的 表面上看它是能够帮所有的创作者去扩散他们的内容 承载他们的内容 但实际上它也因此得到了所有创作者带来的流量 带来的广告的绝大部分的好处 比如有时候我自己在Facebook里面写文章 可能有成千个share 有数以千计的like 但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其实都是你自己辛苦的成果 所以实际上它到最后是 优质内容的生存非常困难继续下去的 我们正正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宗旨是化like为coin 如果它得到那么多的like 得到那么多的欣赏 它应该得到一定的回报 本身个意念很好 将一些很虚拟的欢呼声 转做一些很实质的支持 现在网上主要的收入的模式是广告 那个模式不是说万恶 那个模式可以帮到很多内容的制作 亦都可以产生到多赢 但是也有它挺大的问题存在 有一些好的内容或者好的创作 如果它没有广告商去支持 那创作人为不会想写 如果在likecoin这个案件 其实它是给了 Creative Common一个出路 可能有时做创作 不想将使用权放出来给大家 他们想用原先的版权去保护自己 但其实在网上可能很多情况 需要一些二次创作 去将某一些议题 或者某一些创作去放大 Creative Common的出现 可以释放自由创作者的 总体的创作能量 令到他们的创意得到发挥 亦都令到需要用到创意的公司 或者团体 可以有一个机制去回报这些个人 从而得到一个商人 如果有likecoin作为一个媒介去做 当越来越多人 认识或认可这些东西 一起去分享的话 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个 很良性的效应 Reinventing th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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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gie vad 呃 这 炼 drin 感谢观看